返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实体战文物呢 基本都是一级文物 有隋代的 唐代的 宋代的 元代的 都有 那么这个过程呢 美国方面的人呢 大德讲话说呀 这是为了打击中国国内啊 盗墓的这种猖獗现象 因为呢双方 在这个几年前呢 签署了走私文物的谅解备划录 意思是呢 你中国的走私文物到美国那 美国的警察呢 经过破案发现这是走私的 把文物呢 收购了之后呢 要交还给中国一方 那么说这个过程呢 揭示了我们一个问题 我们估计不少观众朋友会知道 以前呢 这个在欧洲拍卖 不是有咱们圆明园 那个什么兔手 蜀手啊 那些东西 现在有可靠的数字证明了 在海外47个国家的 180多家博物馆里边 有中国古代珍贵的文物 多达167万家 这还仅仅是在人家博物馆里边 散落到海外民间的 恐怕是这个数字的十倍都不止 也就是说得有一两千万件的文物 流落到这个中国以外的地方 5000年历史长河 中华民族沉淀了多少文化瑰宝 时过境迁 一些真品的流失也是我们辛酸历史的写照 据统计我国流失海外的文物 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是通过正常渠道传播到海外的 大部分是通过战争劫掠 盗窃或者走私等非法途径流失的 那么说怎么流落出去的呢 有的人一听啊 那八国联军帝国主义侵略 那都什么时候事了 是那时候是流落了大量的文物 但是有相当大的一部分 是这些年来 在中国内地通过走私的途径 弄到海外去 那么这种走私 是一种巨大的需求 这个需求 反而带活了 带猖獗了 国内的一项产业 什么产业呢 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说这个黑色产业 盗墓 那么保护鲨鱼组织有那么句话 叫没有交易就没有杀戮 那么要没有这样大量的走私带来的利益 也就不会有盗墓 但是盗墓这个现象呢 历来是中国从古到今 各界政府严打的对象 因为大汉的法律里边 从一条就有 叫挖坟掘墓者死 你挖人家坟掘人家墓 这得收拾死你 最后 民间有那么句话吗 弯掘墓门撤掘墓门 这都最缺德的事 可是尽管有这样言行俊法 但是盗墓的现象 历朝历代都没停止过 盗墓掘墓 在古代绝对是一个恐怖的字眼 禁止盗墓的法律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 然而对于掘墓者展立绝的严酷刑法 却还是不能阻止他们对于利益的追逐 墓葬里的文物在物语的支配下命运迥异 从古至今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 相传呢 距今两千七百多年前 西州的时候就开始有盗墓的 而且盗的是顶级的墓 盗的是谁呢 咱们知道夏商周 商朝第一个开国国王叫商汤 西州的时候探的墓 就让人给盗了 那么盗墓这个历史呢 算得上远远流长 而且盗墓里头这些人 花样非常多 咱们有不少的观众朋友啊 看那个网络小说 现在也出版了什么鬼吹掉音乐什么的 里边把盗墓写得很神奇 有没有那么神呢 那小说家为吸引你 里边有不少胡说八道的 但是盗墓这个行李头 确实非常复杂 这倒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你等我们先说说 哪些人盗墓 古往今来第一类盗墓的人是什么 手里掌握着巨大权力的帝王将相一类 有权力的 一向过去 咱们说吴子虚 绝墓鞭尸 而是抱着楚王 对他全家陷害这个仇 这就是比较早的盗墓的 这春秋年间的 后来到了这个秦朝时候 末年的时候 那不是有那么句话叫 数族教韩古举 楚人一俱可怜交赌 项羽 把全日皇陵都给挖了 那也是属于 王朝更替一种政治行动 决事行动 掘墓者的目的各有不同 吴子虚 掘墓鞭尸的故事 是一种极端的复仇行为 与盗墓无关 然而随着文化与历史的沉淀 当墓葬品有了自己的价值 就促成了滋生盗墓之徒的土壤 金钱的诱惑 也就占据了盗墓行业的利益制造点 那么真真正正的我们说这个盗墓 开始纯粹被经济利益 由是可考是谁呢 曹操 说的是人有朋友的乐 你看 这盗墓祖师爷是曹操 他现在在安阳的墓 那么就是因为盗墓发现的吗 怎么到底是不是曹操墓 这就是说他当初干的事隔了多少年 还遭报应 对曹操当年为什么盗墓呢 这是有史记可考的 我们说曹操那不是相府献刀 要杀董卓没啥聊 差点被董卓发现 曹操赶紧骑马出城跑了 跑哪去跑回老家 招兵买马 准备十八路诸侯淘董卓 那么招兵买马你得有钱呢 这曹操把自个家 再加上自个的本家 夏侯氏的财产 都聚集到一块了 不够 就是曹操一琢磨 到哪那么的军想呢 要是曹梦德思维很活跃 咱去咱盗墓吧 他还成立了盗墓小分队 里面还给摄纸官 一般叫摸金校尉 什么叫摸金校尉 就是弄钱校尉 通钱校尉 就这么个意思 所以当时呢 他挖掘了不少的古墓 里头有些财宝都弄来了 这个正因为曹操 他是盗墓行的祖师爷 他知道这个事 里面官桥在哪 所以你看曹操死了之后 不能说死之后 得说他死之前 就吩咐给身边的人了 他自己的墓 一定要脖葬 什么脖葬呢 里头别搁啥金财宝 告诉大伙 我这里边就我点日常生活用品 就我看的这个竹简呢 我用的什么毛巾的什么的 给搁到里头就行了 不仅是脖葬 就是脖葬 他还怕他求人挖的坟呢 怎么办呢 他要设72遗种 什么叫遗种呢 就甲坟呢 就各个地方 反正我72所坟 里边有一个是真的 剩下的71个都是甲的 你们猜迷去吧 所以为什么咱们看河南安阳 这个曹曹木 弄出来了 好多人都怀疑这假的 就是因为曹曹历史上 确实设了72遗种 所以你看看 曹梦德自个干这个 他知道这个东西危害多大 所以曹梦德 确确实实是盗墓这行的 第一组织业 往事已落尘埃 当历史的车折 碾压到屈辱的近代时 我们依然看不到 曹梦德盗坟之后的恐慌 东陵大盗这部二十多年前的老电影 就像我们诉说了一个在疯狂的年代里 毫无忌惮的盗墓大案 那么盗墓作为有权力的人 掌握着一定力量的人盗墓 最大的一个案子 是哪个案子 1928年的事 就是清朝东陵 慈禧乾隆 他们的墓被盗了 被谁盗了呢 当时的大军皇孙战英 孙战英当时归国民党了 可是呢 讲的是看不上他 不给他发两响 他就琢磨过怎么办 这时候就打起了他驻地不远的 河北尊化县的清东陵的主意 我们知道在华北地区呢 清朝皇帝两个陵墓 东陵在河北尊化 西陵在河北异县 就狼牙山脚下那个地方 那么东陵这个呢 慈禧的乾隆的 同志的 玄丰的 康熙的 顺志的 这些人的陵在东陵 那么当时孙战英就琢磨 不是说慈禧陵的有好东西 他当时发财心切 把这个地方设置成啊 军事训练区 让老百姓赶紧都给我滚住架 谁别在这 可是呢 在打开陵墓口的时候 遇到困难了 为什么 古代的皇陵建造的非常接近 网上灌的有什么糯米汤啊 又石灰什么的 没得非常严 哥大小伙在那撞 哥签子挖 动不了 最后孙战英琢磨 这可怎么办 有人就告诉他了 你得找啊 原先这份啊 修过慈禧陵的一些人 你能找到一个比较薄的出口 到时候你给炸药去弄他都行 孙战英一琢磨 不知道哪是正经出口啊 一打下呢 说原先呢 修慈禧陵的时候呢 有个姓姜的石匠 没死呢 所以他怎么得死呢 在过去啊 凡是到皇陵封口的时候 为了不让后人知道这口 一般修这口的石匠啊 什么袜匠啊 木匠 都得死到里面 可是这个僵尸匠呢 修的时候 那是他岁数不大 一个大石匠掉下 砸在身上 谁都认为他没砸死了 把抬出去扔到野外去了 可没想到这人命大 没死 检查命 所以孙战英把这僵尸匠 那时候岁数都大了 弄来了 你说口在哪 僵尸匠不说 孙战英说好 不说把你全家都杀了 老头没办法说了 在那那那 找到那地方 孙战英夸 用炸药给炸开 进到木陵里边 用了七天七月的功夫 把里边的东西 抢劫一功 那里头多少好东西 就没法说了 根据咱们现在 就现有的一些记载啊 就连孙战英 下面一个小兵 在天军 嚣张的时候 手里都有四十六颗宝珠 珍珠 你琢磨琢磨 孙战英得捞多少 大家后来这事 在战乱年代就不了了之了 这是中国近代史上 最大的一次盗墓事件 为什么孙战英能干呢 他手里有兵 有军权 还有炸药 那么我们说 现代盗墓 有没有这情况呢 他不是没有 也有 这什么情况 掌握权力的人 比方说我们就有这样的案子 这个地方 像说这个盗墓 被破坏了 公安局的人来破案 破案不是把这个赃物 收回了 就有这里边不法的分子 说白了公安局的内鬼 这都混蛋败类 他懂这个东西 他用这宴品呢 把里边非常好的东西 偷梁换柱换过来了 然后对上次 你看我们这个 把赃物弄回来了 他拿这个到市场卖去 这也是掌握权力的人 参与盗墓 等于另一种形式 参与盗墓 所以说这类的人盗墓 他的危害非常大 除了利用植物质变 偷梁换柱的执法人员 还有一些官员 喜欢收藏古董 这让古董贩子看到了有机可乘 于是就和一些盗墓贼勾结 挖出了好东西 由古董贩子直接送到官员家中 这个官员实际上成了盗墓贼出货的下限的下限 这拨人也就成了文物整根历练条当中的一员 那么第二类人的是什么呢 是属于啊 虽然我不是掌握了多大权力 但是我手里有高科技 什么是高科技呢 在古代看的 咱们看过鬼吹灯的朋友 对一种工具都不陌生 说洛阳产 什么是洛阳产的 这个洛阳产在生活过程当中 咱们说这个产的铁线 这是咱们常用的 这个洛阳产在生活上是用不上的 你不要让我们看这个铁线 下边这么一个直接铲的 洛阳产不是 洛阳产是两边这会儿卷起来 就像个桶似的 当然这个下边都是开油刃的 非常锋利 为什么呢 一铲的下去 能穿透土穿透木头 甚至有的石头都让它蹦出场来 就得这样 这个洛阳产是干嘛的呢 一铲的下去之后 帮起一把 这个铲子是能带出土的 能带出大量土 说带出土干嘛 你得看这土 你比方说 假如说 这个土啊 城也不分都一样 这个地没让人动过 假如这个城不一样 这个地让人动过 或者说底下 如果真有陵墓的话 你想象 那土经过去 一层一层 它有变化 你看这底下有坟 有古代的坟墓 所以洛阳产呢 是过去人发明的 比较先进的盗墓工具 那么现在 你要说洛阳产还先进 那就有点未免 太小瞧现在这些盗墓的 现在这盗墓手里 什么红外线探测仪啊 什么一些爆破装置啊 什么产机推土机啊 反正是这个设备非常全 现在的很多盗墓的 它形成了一个 集团化犯罪的时候 拥有大量的一些先进工具 这些工具 比那考古队的还先进的 所以这是第二类盗墓的 第三类盗墓的呢 咱们就说 没有家贼 也没来外国 这些人是干啥的 本身就考古队的人 明白这个 他既知道 怎么能够挖到墓里边 同时还知道 这里头的东西 哪件值钱 哪件不值钱 哪件值大价钱 所以这叫监守自盗 那么最后一类盗墓的 才是我们说的损贼 小猫贼 废挺大劲 挖到里头 有时候里头缺氧 他不知道 还憋死到里边了 这那时候哪件东西呢 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文物贩子呢 花几百万钱 从他手收走了 一端手卖好几百万去 的确 古代陵墓藏品丰富 有着地下博物馆之称 正如老梁所说 历史上的盗墓者 无非有四种 上至帝王将相 下至小商小贩 对藏品垂涎不已的欲望 使得盗墓者诸多